Hello,各位同学,大家好 来我们继续Mand 4的科学 请同学们打开第13页 第13页 我们一起来做综合复习 看第一题 下图显示韦节进行了一项实验 OK,这里有做了四个实验 用了不同的液体 有S,T,U,V 然后呢,学测试子的颜色呢 都有变化 T和V都没有变化 OK,来看 A,韦节为什么要进行以上的实验呢 为什么 为了研究 因为呢,这一题他问你为什么的话呢 这一个问题呢 他要你做实验的目的 在旁边注明实验的目的 在旁边注明实验的目的 OK,那么呢,我们有了操纵性变数 液体的种类 和反应性变数 实验设置的颜色的变化 是反应性变数 那么呢,这A就是实验的目的 你要怎么回答 为了研究液体的种类 与实验设置的颜色变化 之间的关系 之间的关系 OK,来 B,哪一种液体的味道是苦的 那么苦的话呢,就是碱性 碱性的话呢,它就会变成蓝色 那么是什么液体呢 哪个图是蓝色呢 它的答案是 液体U 液体U 不能够只是写U 一定要写液体U OK 写下有关液体的化学性质 S,什么东西是酸性的 酸性的物资呢 它在实验设置会变成红色 有什么东西 它问你呢 液体S是什么化学性质 液体S是酸性 酸性 那么液体T呢 没有变化 它的实验设置没有变化 那么它是什么化学性质呢 它是中性 中性 OK 那么U呢 U是 因为它从红色变到蓝色 它是减性 减性 那么V呢 实验设置呢 没有任何的变化 它是中性 中性 来看D 如果把红色和蓝色 S,放入柠檬汁里 预测 S,的颜色变化 OK 它用两个 S,一个是红色和蓝色 放去Lemon juice里面 叫你预测呢 S,的颜色变化 你可以这样子回答 蓝色S,变成红色 为什么呢 因为柠檬汁是酸性的 所以你用蓝色水纸放进去的话呢 它就会变成红色 红色S,的颜色保持不变 红色S,的颜色保持不变 因为柠檬汁是酸性的 OK 来看第二题 下图显示几种物体的基本形状 P,Q,R,S 哪个结构最稳定呢 哪个结构是最稳定的 S,S S OK 然后呢 B 是各局处日常生活中 具有以上基本形状的一个例子 P,是什么呢 冰激凌 OK 冰激凌 第二 Q,是可以是什么 我们所看到经常看的就是书本 R呢 灯柱 灯柱 S 我们可以写什么 帐篷 帐篷 OK,来 接下来 下图显示我国的一个旅游圣地的建筑物 OK 该建筑物是由上图的哪几个基本形状所组成的呢 它由 形 呃 它由形状P和R来组成的 圆锥体和圆柱体而形成的建筑物 由圆锥体和圆柱体而形成的建筑物 第三 下图显示丽娜进行的实验 OK 它在面包上呢 滴了一些水 一星期后 R面包呢 出现了小斑点 那么呢 它用烘面包机来烘干的面包 一个星期后呢 面包保持不变 没有任何的变化 那么这一题呢 莉娜进行这项实验的目的是什么呢 OK 那么它是 它的实验目的是什么 为了研究水分 如何影响面包发霉的情况 为了研究水分 如何影响面包发霉的情况 OK B 两块以不同方法处理的面包 在放置一星期后 有什么不同 OK 面包呢 这个面包R呢 它放了一些水下去 OK 一个星期后 面包就会出现小斑点 小斑点 那么面包S呢 它没有沾任何的水 反而它把它放去烘干 面包机烘了之后呢 一个星期 它还是保持不变 那么呢 题目要你问你 这两个面包放置一星期后有什么不同 你就可以写 R面包出现黑点 S面包则没有 OK 或者你可以写 S面包保持不变都能够接受 OK C什么物质造成R面包出现黑点 什么物质呢 默菌 默菌 D 从以上实验 丽娜可做出什么结论呢 丽娜可做出什么结论 面包越干燥 越不容易发霉 面包越干燥 越不容易发霉 或者 面包水分越多 越容易发霉 面包水分越多 越容易发霉 所以呢 这两个答案呢 可以写其中一个 OK 可以写其中一个 来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第四题 加利用棉花 绿豆 水 和 碟子 进行了一项实验 他把七个分别 剩了50颗绿豆的碟子 放在不同温度的地方 下表显示 他在实验后所做的 记录 OK 这里是一个图表 温度 OK 种子发芽的数量是反应性变数 超纵性变数 温度呢 而改变种子发芽的数量 那么呢 我们这一题 他的实验目的是什么呢 他的实验目的就是 为了研究温度如何影响绿豆种子发芽的数量 为了研究 为了研究温度如何影响绿豆种子发芽的数量 OK B 根据 根据加利进行的实验 做出一个假设 假设 你可以写 种子 种子不适合在温度太低或太高的情况下发芽 或者你可以说 嗯 我们根据图表这里 你可以说 温度越高 温度越高 种子发芽的数量越少 OK 可以吗 所以呢 这一个 来看 接下来看 C 写出这项实验有关的两个事项 需改变的事项就是观察结果 是它的操纵性变数 操纵性变数是什么呢 稳度 需观察的事项就是反应性变数 种子发芽的数量 种子发芽的数量 D 说明以上实验中 种子发芽的数量变化形式 来看反应性变数 它的变化形式是什么 它的变化形式是 上升 上升 下降 上升 下降 OK 它的变化是 上升 下降 来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第五题 下图显示大明和小华正在进行工作 OK 说明 大明和小华在进行工作时所用的力 大明用了什么力呢 大明用了拉力 拉力 小华用了推力 推力 根据上图 谁的工作比较不吃力呢 谁不吃力 小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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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呢 他用了推力 他使用的力呢 就是推力 OK 来 接下来 C 针对B项的答案 做出一个 做出一个 推断 OK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小华比较不吃力呢 小华的推车的轮子会减少摩擦力 小华的推车的轮子会减少摩擦力 OK 来 D 是写出两项减少摩擦力的方法 OK 如何减少摩擦力的方法呢 你可以在重物底下加原木 在重物底下加原木 或者是涂上润滑油 涂上润滑油 OK 或者呢 你可以说 使用气垫 使用气垫 或者是打蜡 打蜡 或者是使用爽身粉 使用爽身粉 或者可以用 加上轮子或滚港 加上轮子或滚港 OK 可以吗 同学 OK 来看第六题 阿木将一叠鸡饭分成三份 然后将鸡饭放置在不同的地方长达三天 下表显示食物经过三天后观察结果 OK 然后呢 这里有一个图表 有食物 K L 放置的地方也不一样 三天后 它们的变化是怎么样 OK 所以呢 根据食物L的观察 做出推断 食物L它变酸了 有臭味 为什么呢 推断 问自己 为什么 食物会变酸 有臭味 因为 细菌在繁殖 细菌在繁殖 导致到食物变酸 有臭味 OK 说出另一个观察来支持你在A的推断 OK 推断 它教你呢 为什么细菌在繁殖导致到变酸和有臭味呢 你可以说 鸡饭上有黑点 或者是鸡饭上有粘液 鸡饭上有黑点 或者是鸡饭上有粘液 OK 因为鸡饭上呢 有细菌了 C 预测阿末吃下食物L的后果 食物L呢 它是有臭味了 OK 有变酸 它吃了下去之后呢 它会怎么样 会肚子痛 或者是呕吐 或者是拉肚子 或者是肚子痛 呕吐 或者是拉肚子 OK 针对上述的实验 你的结论是什么呢 细菌喜欢在温度适中的地方繁殖 细菌喜欢在温度适中的地方繁殖 OK 来 一 是写出进行这项实验中的变数 那么两个变数 它要你做超纵性变数和反应性变数 超纵性变数呢 就是食物放置的地方不一样 OK 那么三天后呢 食物的 食物的结果是怎么样 然后呢 叫你把它写出来 食物的情况 所以呢 超纵性变数 你可以说 食物放置的地点 食物放置的地点 反应性变数 食物的情况 食物的情况 OK 可以吗 来 接下来 第七题 下图的观察结果显示 M鱼缸的鱼长得比M鱼缸的鱼大 OK 针对观察结果写出合理的推断 为什么M的鱼呢 比较大 M鱼缸里的鱼呢 比较小 针对观察结果写出合理的推断 OK 你可以说 M鱼缸的鱼得到足够的食物 或者是M鱼缸的鱼有较大的空间 M鱼缸的鱼得到足够的食物 或者是M鱼缸的鱼有较大的空间 OK B提出另一个观察结果来支持A项的推断 为什么M鱼缸里的鱼呢 有足够的食物 或者是有较大的空间呢 因为M鱼缸的鱼比较活跃 M鱼缸的鱼比较活跃 OK 比较active 因为它有足够的空间来游动 然后呢 只有它一只鱼在鱼缸M里面 所以呢 M鱼缸的鱼呢 比较活跃 根据上述的推断 做出一个假设 OK 叫你做一个假设 你可以说什么 鱼得到的食物越足够 鱼长得越大 鱼得到的食物越足够 鱼长得越大 OK 来D 上述实验里的两项变数是什么呢 两项变数你可以写 鱼的食物量 或者是鱼的情况 鱼的食物量 或者是鱼的情况 OK 鱼的食物量 或者是鱼的情况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咯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拜拜